亲爱的宝宝妈妈和宝贝们 晚安 亲子晚岛一起跟天父说说话 今天继续来看真言二十一章的十六十七节 跟着我来读 迷离通达道路的必住在阴魂的会中 爱艳乐的必至穷乏 傲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 生命的智慧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进入每个新的夜晚 我们向你感恩 再次谢谢你赏赐我们每个人宝贵的一生 我们要宣告 主是我们的避难所 堡垒与道路 我和我宝贝的生命 掌握在恩惠主的手中 要让天父牵着我们的小手 跟你一起走 尽管有时会遇到生活步调被打乱 事情可能不会按照计划 或是希望的方式发展 但是你使万事互相效力 我们是活在天父赐平安的意念里的人 天父你的恩惠 大过一切的惊慌 求圣灵帮助我们 学会把自己的心 安顿在父神的话语中 封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